我们的网台工作室 已经开启了IG帐户 想收看最新的突发内容 新闻评论和节目资讯 即刻follow 我始终觉得在 好没有希望的环境下 你都不能扔下希望 2019年 香港人经历的是抗争 2020年 香港人面对疫情 国安法 之后很多香港人开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 搬钱 搬人 香港人开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 都可能再不是我们以前的香港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看看最后是谁想 妈妈说 家人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 那我会想说 不用分什么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说香港人的声音 那就是香港人的网台 我是Kelvin 你正在收睇的是CC新闻 我现在是推背图的时间 早點上載給大家聽今集的節目內容 今天準備了幾宗新聞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 陸陸續續有很多企業或官員被拘捕了 其中這個也挺有名的 《金融時報》報道,他是鬥魚的主席兼CEO,陳蕭傑 有些網友未必聽過,有些網友未必知道 有一個平台叫鬥魚 如果你有留意電競打機的話 你一定不會陌生,因為中國有幾個平台很厲害 一個叫鬥魚,一個叫虎咬 這些是視頻平台的公司 在幾年前是很熱的 有段時間大家很熟悉的平台 現在還有很厲害的就是愛奇藝 以前是B站,B站有上市 再早點是土豆、休學 這些平台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因為中國人多 只要一個節目有幾百萬收視 幾千萬收視 就是兩件事而已 第一是拗廣告 第二是直播大貨,就是賣產品 所有的直播視頻都會行商業模式 但其實很多根本就賺不到錢 甚至是虧錢 很多的拗平台出來 不單是這些視頻的平台 所有內地平台 都是拗好像美股一樣 拗完平台之後 它有一個大的Database 然後就嘗試了 而鬥魚當時也是成功上市 它是NASP上市的 所以現在美國或歐洲 不斷打那個 舞公司Bitdance的抖音 其實這些是一樣的 你打得一間,另一間有什麼分別呢? 鬥魚是一個直播的視頻平台 它好像叫做 它的Stock Code我忘記了 它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時候 最高市值是超過三百億人民幣 不單上市三百億 最高是五百億 當時這個陳小傑拿著兩成的股份 即是他身家是超過一百億人民幣 近來就說他原來是拘捕了 三個星期就沒見 拘捕他是什麼呢? 就說跟網站上的色情和賭博有關 這個陳小傑何許人物 大家就未必很熟悉 他就是很年輕的 八四年出生 我兩年還在濟南出生 濟南名是多 很喜歡打遊戲機 25歲的時候 他就開發了一個平台 叫掌門人 賣給另一間公司 賺了幾塊錢 然後就買了另一個網站 引入這個彈幕的功能 14年就把這個網站改名 就叫做豆宇TV 然後得到騰訊的入股 騰訊早期是什麼春都入的 因為他沒有所謂的 他入股幾億 他拿來一成兩成的股份 你幾億上市 剛才像豆宇一樣 五百億 五百億我一成的股份也有五十億 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就拉揍了 因為關於色情、低俗 你問我 我就不揣測他怎麼被揍 但這個很明顯 現在的國情就是這樣 你無厘頭就被帶走 你問我 很有可能 就是欠錢不還 因為這些平台股大部分都是虧錢 你對比美國的 就可能是Twitter 比如是Snapchat Snapchat的業績是挺好的 但曾經很長時間 Snapchat都是不賺錢的 這些平台為什麼不賺錢呢 其實你要營運一個平台 成本是超貴的 因為伺服器很貴 你現在不是說放幾十Mac 你放幾十Geek 還有你說是過億的用戶 你怎樣維持到伺服器呢 成本是非常貴的 我們YouTube就不同了 Patreon就不同了 我扔上第三方平台而已 所以他扣你一成 扣你三成 你都心甘情願的 但這些平台 豆宇有虎牙好 B站好 Yooku好 土豆好 他要維持平台的成本很貴 初時 你博可以上市 集一塊錢 多多貴 多貴都無所謂 但如果上不到市 或者上完市之後 股價大跌 那就糟糕了 我看回豆宇的股價 真的很誇張 如果20元跌到只剩8毫子的話 他失去了九成市值 你想想一個中國最出名的直播平台 是可以令到CEO都不見了幾個星期 大家自己了解的狀況 如果向製造業 由內房貸款 變成向製造業貸款 就代表 就是顯示了幾件事 第一就是你的內房越來越有問題 第二 他未必不想救 我救不到 我救到哪一間呢 整個中國的房地產 過百萬億 就是債務的幾十萬億 央行怎麼搞 有些人說是以債務 不是以股代債 總之就是增加債務 之類的 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都挺過人的 有段是這樣的說法 中國政府以為 取消了新冠清零這個政策 中國經濟會2023年出現反彈 結果呢 就沒有這件事發生了 不單止這篇文章 不單止中國政府 整班華爾街的柴頭 基本上都是 在吹捧中國經濟復甦 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股市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由上年 大家記得中國港股就跌倒了14000 大反彈亦都是這個原因 就是憧憬中國經濟的反彈 結果今年第二季數據 全線撲街 為什麼呢 為什麼沒有經濟反彈呢 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本身的經濟 當然是出現問題 就像有個病人一樣 有個病人 他本來就是不可以回家 他也是繼續病 所以這篇文章 重點就是 內訪是很嚴重 他是不是不夠 他救不到 難道我印幾十萬億出來 是不是 既然是這樣 人之尚情 我將資金和資源 放進一些賺錢的行業 就是電動車和本導體 但我想補充兩點 你內訪 你可以不投資 你都要理他 現在怎樣解決呢 我們就繼續觀察 好了 講起 我又見到其中有一部分 是關於 關於 關於 貿易夥伴 外交部 汪文斌 好像一段時間沒有見到他 汪文斌出來說廢話 他就說 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 是某些勢力為了干擾破壞中國 和發展中國家 你就是發展中國家 編制出來的陷阱 即是說 沒有一個counter party 覺得這是債務陷阱 誰說債務陷阱 就是少數別有用心 險惡的西方債務陷阱 現在中國很避忌債務陷阱 這件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名字臭 即是說 你一帶一路 推降到沒有國家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借錢給他 你幫他建基建 結果賺錢 叫他債台高速 現在汪文斌就說 沒有 我們沒有製造債務危機 就不論是你說的 我就找到幾篇 舊文 舊文 不是新的 舊文 我儘管看看 你的所謂其他 合作夥伴 如何看待一帶一路 以及 覺不覺得有債務的問題 首先 吉爾吉斯 這個好朋友 suppose 反華 這是什麼訴求呢 這個不是新的 這個是幾年前 幾年前 就說 第一 包括當局 驅逐中國的非法入境者 減少吉爾吉斯 對中國的負債比率 其他都不用怕 都不用多說 吉爾吉斯 現在最新的情況 他就是其中一個朋友 但你見到民間的 他不會平息 我稍後還有幾個例子 但我先說這個吉爾吉斯 為何說減少對中國的負債比率 假設你欠美國老錢 你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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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現在反過來 現在說的是吉爾吉斯 他欠美國老錢 正常人就沒什麼所謂 但欠你中國錢 他知道是一定有景點的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講的故事 就是誰人都知道 第一件事 我不斷欠你負債 沒有意思 我本地經濟又刺激不到 我還要欠你錢 那你真是侯住我的外匯 這就是哈薩克的情況 不是 這是吉爾吉斯的情況 剛才講錯了哈薩克 哈薩克更加重要的能源出口國家 應該是中國的超級緊密夥伴 這篇文章是近一點 一兩年前 哈薩克的哈薩克斯坦 就是中國推動 之前你記得說過 中亞戰略 不知道多少加多少 所以哈薩克是中國的朋友 誰知道又發生居民的示威集會 抗議中國擴張和移民 這個呢 這宗新聞是一年四月的 即是說疫情還未正式爆到通街 也是 驚異感覺 這就是 今年的年初 兩年前 一兩年前的年初 幾百萬人上街集會 他們就抗議中國威脅 呼籲不要再將一些農產品 一些土地資源 賣給中國 當時中國在哈薩克 有幾十間廠 他們就呼籲政府 不再給地 不再給好的貸款優惠他們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幾個局 汪文斌 你說什麼什麼 這些反對一帶一路 是外國散佈的陷阱 債務陷阱 不是啊 除非這些新聞全部都自己作出來 應該不是 好了 有一個就是反一帶一路 但是呢 就不是關這個債權事 關第二件事更加嚴重 就是關宗教事 宗教事 話說呢 這個就是最近 這個就是今年的 首先那些就是一兩年前 這個是今年年初 又有一個反中的浪潮 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你知道巴基斯坦也是伊斯蘭 也有他們自己的宗教節日 其中一個呢 就叫齋穴礼拜 齋穴礼拜 齋穴礼拜 那麼好了 誰知道在這個 這麼神聖的宗教日子裡面 這幫中國工人 就不知道 亂說什麼 就侮辱了 冒犯了 這個穆斯林 先知啊 真主啊 整個秋天都秩序了 我不知道說什麼 OK 中國人就好像 就是不難想像的 這件事有 結果呢 連日示威浪潮 整個中巴走龍的一些書樓 全部都生滿了 當地有一個新的 有這樣的terms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就叫做 引發當地人對中國的新殖民主義 表示憤怒 這篇文章就引述 也都是紐約時報 和一個印度的報紙 就是confirm了中國工程師 侮辱伊斯蘭的行為 當時甚至有幾千個巴基斯坦 是衝進中國公司去示威的 他們的示威和香港就很不同了 香港是定點爆破的 只是覺得這間這間這間 但外國那些就真的不知道了 現在誰是其中一個 巴基斯坦 有一些這樣的說法 就是分析巴基斯坦和中國的關係 就是說 中國這幾年在巴基斯坦 扔了幾十億 搞基建 搞公路 搞機場 搞港口 也都將幾千個中國人 對了過去 搞中巴經濟走廊 但是 對當地人是否真的有利益呢 你搞一個大基建 對於當地人來說 他未必能夠受惠 你弄一個大碼頭 那樣是關於什麼 但反過來 你破壞了生態環境 還有 就是 你令到我們這個地方 變得欠債累累 本來我不用借錢 我突然要借錢 那當你開了這個project 那些又不是益到我們當地的居民 起出來之後 又不知道搞什麼 甚至爛尾 然後要我們埋單 現在 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的國家 開始發現不對勁了 而菲律賓呢 昨天也說過 是經營第一個就走投了 我不要了 那幾宗Deal 本來你答應了我會給幾百億 我不要了 要來也沒用 OK 那我挺喜歡 我覺得新殖民主義這件事 是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那什麼 新殖民主義呢 就是比以前更厲害 就是你英國人都走到一邊 這個 我覺得中國特色的新殖民主義 是挺有趣的 就是什麼呢 他跟舊殖民主義 我不一定這樣比較 但對以前英國人那種殖民 大哥很煩的 你要派一個特首去 以前叫做港督 你要派一個首長去 你要很了解當地民情 現在就不同了 你的新殖民主義就是什麼呢 就是表面體制 他不一定要駐兵 他不一定要塞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港督府 但是他在在在在經濟上面 操控著你 甚至操控你的國家政要 令到你呢 你就不敢反抗 就答應了 或者願意去配合中國的一些行為 譬如 他要你的一些戰略資源 或者他要你的地方去做一個 主權申訴 明明你說這塊地不是你的 這塊地是別人的 我不管 總之你給我進入 我就會告訴你 是我的 就是這樣 這就是連續三個國家 哈薩克 吉爾吉士 巴基斯坦 都相繼曾經發生過一些示威遊行 我想問你汪文斌 那這些事情是不是有關美國老師呢 好了 今天大致上就是這樣 今天講了三個話題 第一 中國境內繼續清算 今次的主角就是豆宇的CEO 非常年輕 是否只是因為關需平台裡面有色情等等 我們適暴以待 第二 根據紐約時報 中國政府現在將資源 就不是放在以前的內房那裡 即是半放棄 反而增加製造業 包括半導體 包括晶片 大家可以期待 最後一帶一路 汪文斌出來說 一帶一路沒有債務陷阱 其實債務陷阱也挺有趣的 中國不經不覺 成為非洲或者南美洲的 一些國家的借錢對象 在同一時間借錢 不過現在就開始 將中國的最為國待遇 發展中國的標籤就拔掉了 是不是 這就拭目以待 講時事 論經濟 報導法庭新聞 小爆荒謬人士 星期一至五 香港時間一點鐘 一起收看五間新聞評論例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和節目資訊 立即追蹤